大陸武漢肺炎疫情持續發燒 全球病例新增到200多例 連台灣也淪陷 也讓人好奇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真面目 到底是什麼 病毒目前基因已經被分析得差不多了 越分析就越覺得這個病毒像SARS 那從它的突變的情況看起來 這次病毒在野外已經很久了 醫師說 這回的新型冠狀病毒 跟SARS可能師出同門 從顯微鏡下面看 新型冠狀病毒和SARS一樣 都有圓圓的病毒株 外頭有一整圈 好像小小的觸角 就連感染的方式也很相似 都是透過飛沫接觸傳染 但新型冠狀病毒 則是有可能多了 與動物接觸感染 前夫妻有14天 也比SARS長 臨床症狀也都同樣會出現 發燒 咳嗽 呼吸困難等 SARS它其實是在發病之後 才會有傳染力 目前其實對這個疾病還不了解 就是因為衛生組織他們說 就目前不排除 它這個可能性 對 就有效性人傳染 不過有日本學者表示 新型冠狀病毒的結構 比SARS病毒更容易遭受破壞 致死率 SARS高達9.6% 武漢肺炎則是1.9% 死亡率沒有SARS那麼高 不過傳染力 現在也證明可以人傳染 那人傳染就比較麻煩 正值春節出遊的高峰期 專家還是提醒 出門最好戴著口罩 也務必勤洗手 都能降低感染的風險 記者林慧君 蔡木齊 台北報導 又不會理解 你又不會理解 趁機